小米快救救我 什么 可恶的怪兽 我劝你赶快放了兔妹妹 且有本事你来救她呀 可是我现在手无腹肌之力 过去不就等于自投罗网吗 小米 在你的旁边有一个奥特曼跑酷 你可以通过跑酷变身成奥特曼 这样也许就能打败她了 嗯嗯好 兔妹妹你再坚持一下 首先第一个是初代奥特曼 她可是第一位奥特巨人 而且还是宇宙警备队的队长 嘿嘿成功变身初代奥特曼 伙伴你们知道初代奥特曼的人间体是谁吗 接着第二个是格力乔 她可是新生代以来的第一位女性奥特曼 像这种关卡那还不是游手就行 好了 不过我变成格力乔之后怎么感觉怪怪的 下一个是赛维奥特曼 她可是赛罗奥特曼的父亲 这边激光灯关卡 看我找准时机直接一口气过来 嘿嘿又成功收集到赛维奥特曼 哈哈哈哈哈哈 第四个是泽塔奥特曼 伙伴你们知道他是赛罗奥特曼的徒弟吗 玻璃的关卡直接按着潜行键 走两个玻璃中间就能轻松过来 好家伙 这泽塔看着还是挺有气质的嘛 再接着下一个是罗索奥特曼 她特别擅长防守反击和控制 传送方块的关卡同样按着潜行键就不会掉下去 哈哈哈哈 第五个是盖亚 她可是平成三杰奥特曼之一 他变身时的那声怒吼 大家应该都很有印象吧 Gay呀 牛皇经上的关卡 只需要把握好洛亚时的距离 就完全不在话下 哈哈哈哈 下一个是贝利亚 她拥有操控怪兽的能力 是最大的反派 眼将柱的关卡 只需要按着潜行键 把握好距离就可以轻松过来 嘿嘿 成功变身贝利亚 按照这速度 马上我就能救出兔妹妹了 哈哈哈哈 第七个是银河出生 他是拥有惊人力量的新生代奥特英雄 哦 二段跳的话 那还不是简简单单 哈哈哈哈 接着是特里加 他是来自超古代的奥特战士 跟迪加长得很像 哈哈哦 传送方块的话 只需要提前起跳就能过去 哈哈哈哈哈哈 下一个是格莫拉 伙伴 你们有知道这个奥特曼的吗 嗯 这边眼将的关卡 只要开启背试脚 那还不是小儿科 来 让我看看 哇塞 这个奥特曼简直不要太帅呀 哈哈哈哈 接着是无线赛罗 这个大家应该再熟悉不过了 实力那绝对是港港地 哇哦 三段跳也难不住我小迷大神的 哈哈哈哈 嘿嘿 我已经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 等一下肯定让怪兽吃不了兜着走 哈哈哈哈 第十一个是闪耀赛罗 伙伴 你们知道赛罗一共有几种形态吗 嗯 先演讲的话 看我直接走边上跳过去 来了 好家伙 也太酷炫了吧 这个样子绝对可以闪瞎怪兽的眼睛 接着就是最后一个诺亚奥特曼了 这可是神秘四奥之一 是存在于传说中的奥特曼 哇哦 这边看我直接摆断跳走起 嘿嘿 终于收集所有的奥特曼了 这下肯定可以把怪兽打得落花流水 可恶的怪兽 我要来制裁你了 你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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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吧 为什么这样还打不过他 哎 这后面怎么还有一个则塔六奥中极 哦 我知道了 这个肯定是最厉害的奥特曼 只要我变成他 肯定就能打败怪兽了 糟糕 上面怎么还没有藤曼了 小伙子 我劝你还是放弃吧 哼 我才不会放弃呢 这边看我直接摆断跳上去 好厉害 干了 哈哈哈哈 A few moments later 哎呀妈呀 可算是上来了 好家伙 这才是真正的巨人吧 哇 就我这体型 打败怪兽 那还不给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 哈哈哈哈 可恶的怪兽 我又回来了 嘿嘿 我又来了 今天就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哇 K.O 嘿嘿 简直不堪一击呀 怎么样 兔妹妹 有没有惊讶到你 千万不要羡慕我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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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鲜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